昨天来到台湾的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 今天上午搭乘高铁直奔高雄 不过一到高铁站就碰上了民众激烈抗议 甚至有人将饮料罐砸到车窗上面 现场气氛相当火爆 异地达高铁左营站 大陆海协会长陈德明就被南社台独联盟 和法轮功等抗议团体包围 警卫准备了好几把黑伞以防有人丢东西 而被警力层层借户 陈德明一路保持微笑 但气氛还是很尴尬 从高铁站内到站外 短短一段路抗议声不断 也越来越激烈 有民众趁乱 向陈德明坐车的车窗丢饮料 立刻就被警方压制带走 现场气氛相当火爆 为什么不瞒他 阻止中国侵略台湾 民众激动抗议说要看见台湾 感受台湾心跳的陈德明 来台才第二天已经留下深刻的印象 玉田NTV胡锦串陈军硕 前面群综合报道 老板 感谢观看